一般像這樣有蠻痛車的朋友 它在車子本身它還會做 幾乎都會做一些相關的改裝嗎 對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這些車 像這個有Lexus GS300 或是A186 這些車其實動力都已經非常傲人 它們是動力之外 也會追求一些外觀更吸引人 OK 所以說像這種的大型貼紙的部分 它會客製化的幫你做相關的一些服務 對 其實因為它是先通過在電腦上來設計 你沒有任何想法 你喜歡小叮噹 你喜歡七龍珠 你喜歡老夫子 任何的圖樣 你只要拿給這個設計者 它都可以用電腦來做出這個圖樣 其實我說不光是年紀輕的朋友可以來玩 年紀大的朋友 對 你剛剛講到老夫子 老夫子 搞不好以前早期的那個機器人有沒有 各種你想到它都可以做 像大嬸婆啊 對 所以說這個 這個導師其實一個是蠻好的一個 個人風格的一個展現 屬於台灣的一個痛車文化 那現在北中南都有相關的旅行嗎 其實還是以北部居多 因為這個是從最新日本導入 那比較大膽的風格的車主還是以北部居多 其實在台灣痛車大概流行多久 我們抓大概三年時間之內 那日本大概有大概將近十年 那這三年在台灣慢慢引進來 請你講好以那個Cosplay來講 穿了一個Cosplay的這個裝扮 從車子在那邊走出來 然後跟著車子結合在一起 那種感覺是很棒的 對 其實這是很漂亮的一場秀的效果 很漂亮的一場秀的效果 不過這是真的 這個車要感謝什麼團隊呢 這是波斯特 就是波斯特 對 他們揪了這些11台房車 20台摩托車 動員非常多人 你剛剛講說會心疼 像我們就以這樣的一台車子 它整個坐下來 它這個的價格大概要多少 大概台幣的話 材料的話可能就要2萬塊左右 那再看它各種施工的細膩度 它會有不同的收穫 其實以細膩度來講 這台車還蠻新的 對 因為它連車牌 它都做了一個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裝飾 其實我覺得 下次也可以來辦一個痛車的大賽 大家來好好的選選美 那整體的台灣的這些痛車呢 也藉由這次的Option賽車嘉年華會 在這邊呈現在大家眼前 所以觀眾朋友不要怕你沒有這個攝影的素材了 你不喜歡看人的 可以去看車子 車子的素材 也的確提供大家很豐富的一些素材 像這個也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嗎 對 這Cosway也是波斯特 他們特別邀請了五位 Cosway的玩家 然後來做一個賽車主題的一個節目 小心我一直在想 問為什麼Cosway大家都很喜歡抱一個枕頭 哈哈哈 他們有不同的道具 也有刀劍啊 像吉他啊 記不記得每年在漫畫展的時候 他們最熱賣的就是某某漫畫的枕頭 藏心枕頭 這也是日本倒過來的風潮 所以說你看看我們台灣這麼一群朋友 因為他們參與的痛車的文化 也讓我們這個街道上面也充滿了很多很多的色彩 然後我們總覺得也不要大家不要用另類的眼光來看待他們了 每個人的個性的表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 屬於自己的一個主張的一個角度 一個多元化的一個呈現 其實在Option Bay的最速街車賽當中 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好啦這個當然讓我們再預告一下 這次是在我們這次拍的是在6月20號舉辦的第二場 下次大家參與是在什麼時候 下一站的話就是在8月底8月29號 第3站Option Bay 所以說這次的規模呢應該不會少於這第二場 應該還是會最少也是200台 最少我們還會再努力看能不能再多生 好 所以說觀眾朋友呢 其實想要去參與這樣的賽車加年華的話 幾點就開始了 我們以往的報道時間是大概7點半到8點 那這一次我們提早到7點 好 所以7點如果有經過下加流道 你就會發現7點就已經很多比賽車陸陸續續 會點不太好停車了 8月29號Option Bay最速街車賽的第三場 即將跟大家見面了